陆路交通管理局正探讨如何收集证据 以便对非法改装车辆的车行采取惩处行动 而针对有报道称 大年初二在丹荣巴格路的致命车祸涉及汽车非法改装 交通部高级政务部长许连旋博士表示 案件还在调查中 现在置评演之过早 许连旋博士在国会大夫议员询问时透露 本地非法改装车辆的唯利案件 从2015年每月约1800起 下降到去年的每月550起 包括安装不合规的排气系统 照明系统和有色窗户等 然而要取缔违法车行仍面临难题 而针对大年初二发生的丹荣巴格路致命车祸 内政部兼国家发展部政务部长费少尔副教授表示 交警确实有收到一些那一带超速行驶的通报 不过数量不多 出事地点虽然并非超速黑区 但交警仍经常在附近巡逻和设置路障 以取缔醉酒驾车和超速的行为 这一带超速的行为 谢谢大家